戴子裡裝一百多萬現金 他就是車手 警方巡線追到上游 原來他們為了躲避金流被查棄 成立六間人頭公司 分別是企業社 水電工程行和科技公司 以車手個人名義 登記公司負責人 最年輕只有23歲 再拿著公司大小張零貴提款 向銀行行員 謊稱是工程款項 提領金額高達兩億多元 警方清查被害人大多是 在使用臉書或是YT的過程當中 被跳出來的標股廣告所吸引 點進去之後 就會出現像這樣的群組 在按照對方的指示 一步一步掉進假投資詐騙的現金裡 超過70名被害人遍布全台 住台中的56歲張姓女子 是退休的會計人員 被詐領金額就有2800多萬 車手頭是26歲的陳姓祖賢 竹聯邦紅人會成員 帶頭組車手團共18人 平均年齡20幾歲 由於開公司門檻不高 只需要最低10萬元資本額 以及合法場地就能登記 沒想到變成詐騙集團 用來洗錢的手段 TV新聞告訴你們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